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Maggie 好多人在底下评论都跟我说想要学一些在机场可以用到的英语 所以说呢,我总结了一下 然后我想要分三集来做机场必用的英语 第一集呢,就是check-in一定要用到的 第二集呢,就是过安检一定要用到的 第三集呢,就是通关,过海关的时候一定要用到的英语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就从第一集check-in开始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视频,那就点赞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那就订阅我的频道吧 好了,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点呢,当然就是说去check-in的时候 他肯定会想要让你拿一下你的证件 就是身份证明的证件 之后呢,一般他就会问你 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是直飞的飞机 就可以直接告诉他你的地点 I'm flying to Beijing, China 如果你中间有转机呢,那就是说 I'm flying to Seoul, South Korea And then I have a connecting flight to Beijing, China 同时呢,如果是美国国内的飞机呢 其实你可以拿在check-in那个机器来自己进行check-in 那个机器呢,叫做kiosk 我会把它放到这里 kiosk 地府人员呢,在拿到了你的ID和问你去哪里之后呢 一般呢,会问你 Are you checking in any bags? 这个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要托运的行李 Are you checking in any bags? 如果你有check-in the bags呢,就可以跟他说 Yes, I'm checking in two bags Yes, I'm checking in two bags And I have one carry-on Carry-on就是你自己拿到飞机上的那个行李 一般如果你有托运的行李呢 他会让你把托运的行李放到 这个称上来,称一称,有没有超重 然后这个时候的英语就是 Can you put it on the scale for me, please? 然后有的时候呢,他会prefer 他会就是想要说让你把handles up 就是你的行李会有一个就是手提钩的地方 他想要把手提钩竖在上面 他就说Can you put it on the scale, please? handles up 如果呢,你在就是预定的过程当中呢 忘记了,就是说 哎,我忘记我这个中转的时间是多少了 就是比如说我要在手而转机 然后我忘记我中转的时间是多少 你就可以问一下他 就是说How long is my layover? How long is my layover? 因为有的转机的情况下呢 是说就是我这个行李不用在转机的地方提起 他会直接送到我的目的地 有的时候呢,行李呢 会要你在中转的地方就提起 然后再托运一次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问他 Am I picking up my luggage in Seoul? 就是说 Am I picking up my luggage in my connecting city? In the city I'm flying to first? 就是说 我会在这一个城市 就是第一个城市来拿我的行李吗? Am I picking up my luggage in Seoul? Or my final destination in Beijing? 之后呢,这个航班的工作人员就会问你 就是有没有想要偏好的座位 就是如果你想要坐在窗户旁边呢 那就是window seat 如果你想要坐在过道旁边呢 那就是IO seat Do you prefer window seat or IOC? 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喜好嘛 如果你想要坐在过道旁边 就可以问他一下 要求一下 就是说 Can you assign me to a IOC please? Can you assign me to a window seat please? 在美国的航班呢 其实有很多情况下 就是这个安全出口 安全出口两边的座椅呢 其实都是会 可以加钱 然后之后 upgrade your seat 就是说 因为它会有什么呢 会有就是 更加 你的腿前有更多的空间 这个时候 你可能 长途的飞行呢 会更加的愉快 然后你的 腿的活动空间 可能会大一些 所以呢 一般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问他 Can I upgrade my seat to an exit row seat? 或者是 Can I upgrade my seat to an extra lightroom seat? 乘务员呢 这个时候会跟你说 Yes Sure 咋都比100 dollars extra 如果你想要升级你的座位呢 就会加100美元 100美元不是固定的 也许是50 也许是比100美元还多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 所以你就可以问他一下 How much is the upgrade? How much is the upgrade? 这个时候呢 所有的视频都处理完了 一般呢 地城人员就会跟你说 Here's your boarding pass Your flight leaves from gate 7 And boarding begins at 10.30am 好 那这个就是check-in 一定会用到的英语啦 我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然后不要错过下一集 通关和过安检的英语哦 一定要subscribe to my channel 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的话 你不会错过将来的视频 好啦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谢谢你们的观看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